玄疑神态恭敬 先生讲解精妙 弟子听到妙处自然而笑 白泽帝君戏虐道 哦 本座方才说到了哪里 这个嘛 玄疑转着眼珠 忽见前面的纸袭悄悄举起册子 笔着手势提醒他在第五十四章 他便拱手道 先生方才说 齐者不立 化者不行 自见者不明 自恃者不张 弟子亲有所悟 很是感触 白泽帝君饶有趣味地望着他 第十章 说的什么 帝十章说了 阴阳者 天帝之道也 万物之刚迹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使 神明之福也 白泽帝君微微哑然 你已经全背下来了 玄疑一本正经 弟子须去背 大道至简 先生的道理 自然是顾目不忘 师兄们 当然更是如此 这彻子发下来 也快有一年了 他没事看几页 一年下来 也看了无数遍 这写了这点破东西 还用得着背 他是在提醒他 弄点更有趣的事情吗 白泽帝君不离失笑 连最小的弟子 都倒背如流 你们这些做师兄的 想必也都以融会贯通 本座很是欣慰 你们败入本座门下 被分罪长者 也有近万年 本座倒从未亲身 带你们去开开眼界 刚巧前几日 朱轩帝君 广发妖体 想要暮东时节 前往朱轩玉阳府 他养了十万年的 一尊灵石内 有了胎动 伺有什么天地灵物 要生出 你们可愿 随本座同去 先生居然会带他们出门 这简直是破天荒 头一回 连跟了他醉酒的窑 都有点反应不过来 白泽帝君忽悠叹道 素日听闻 碧轩玉阳府的碧琉璃塔内 震了一枚赤油大军的指甲 本座一直无缘得见 此次 若有幸尽触观摩 便是聊了本座 你打夙愿 怪不得 弟子们顿时心领神会 赤油大军的指甲 他要不来 只得亲自出门去看了 又怕自己独个儿去难看 便烧上弟子们给自己撑腰 店门被打开 一排仙童 各自捧着厚厚的新册 鱼贯而入 每位弟子的矮机上 又多了一本册子 日后 便开始讲这本册子里的东西 都提前备一下 本座 随时抽查 白泽帝君笑颜颜的看着弟子们 哀怨抱怨 另外 此次去朱轩玉阳府 回来后 每个弟子 叫签字建文录 签字建文录 还要背书 都是那个悬疑 没事背什么书啊 害他们也跟着倒霉 在明信殿当个弟子 怎么就这么辛苦呢 弟子们气得纷纷告退 出了和德殿 古廷过来的时候 满脸佩服 开口就是 你真的背下整本车子 好家伙 你才是真神不露像啊 悬疑渴了一声 古廷师兄 您要是佩服我的话 能不能就别给我做 那个十玄大补汤了 说不定 就是十玄大补汤的功效 只吸孝玉阳的接口 凑过来看了看 他抱着白补的右腿 这段时间 都没有血水渗出来 可见这个偏方果然有用 悬疑悠悠叹了口气 他们两个变态 变得和蔼当然是个好事 可那个十玄大补汤 实在是坏得不能再坏 再喝下去 他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做出什么坏事来 精脆的鸟叫 回荡在和德殿内 千千给少爷送信的小翠鸟 欢快地又飞了过来 蹦蹦跳跳 等待少爷将那张画 并着琴师 折好塞进铜环里 好了 小泥鸟 少爷送走翠鸟 扭头微微一笑 是要师兄送你回冰雪殿 还是去丹花园散散心 古婷见着他 脸上的笑容立刻淡下去 转身便走 看样子 他跟少爷之间的隔阂 怕是难消除了 芷西低头看着少爷 他一点尴尬的神情都没有 正笑眯眯地给悬疑讲自己方才 写了什么情诗 上次在下界也是 莫名其妙出现 莫名其妙又走掉 随后便是连着多个月不来听课 也不知他到底搞什么东西 芷西突然开口 少爷师弟 严霞下界了却姻缘的事 你知道吗 他答得巧妙 现在知道了 芷西皱起眉头 他是因为你才不得不去下界 了却姻缘 你不觉得愧疚吗 倘若喜欢他 为何要折磨他 倘若不喜欢 又何必招惹他 少爷摸着袖口的花纹 那师姐 希望我怎样做 和我喜不希望没关系 芷西有些来火 我还要问你 和傅罗是怎么回事 你早知他和古亭师弟有婚约 为何不避嫌 即使不为傅罗的名声考虑 也该顾虑同窗之情 两个神女为你闹成这样 退婚的退婚 下界的下界 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有错吗 少爷柔声道 好像是有点错 不知所谓 芷西被他气得拂袖而去 少爷看着他的背影笑叹 我就怕这样的神女 一本正经 凌然不可侵犯 离肚子天真论地 我倒是挺喜欢他的 悬疑摸了摸右腿 就是不大喜欢他的十全大补汤 少爷忍君不禁 小泥鳅啊 和你这样的神女 谈情说爱最累了 该风情万种的时候 他放不下面 该要面的时候 他又能叫你做出 吓一跳的事情来 苛求自己 也苛求别人 受不得一点瑕疵 你以后 可千万别长成这样 怪不得 他重来不招惹芷西世界 好了 给他弄得我也没心情了 少爷弯腰将悬疑一把抱起 走吧 送你回冰雪殿 悬疑低头 欣赏了一阵支甲 忽然想起什么似的 问道 少爷师兄 你不打算向古廷师兄道歉吗 少爷祈祷 为什么要道歉 你火了他的挚爱 少爷骇人笑道 挚爱 这天上地下 从神剑到九幽黄泉 从来就没有挚爱 只有更爱 你喜欢一件衣裳 难道一辈子就只穿着他 天真是一种罪过 天真的神族 总会为罪过付出代价 今日不是我 也是其他神族 他总要被毁 我和弗罗 本就不是一体 小尼秋 我一直以为你讨厌他们 原来并不是 玄尔认真地想了想 不讨厌 少爷忽然道 那你就是讨厌我了 你父母的事 我也知道一些 也难怪 少爷师兄多虑了 玄尔向他微微笑了笑 我很喜欢你的 少爷眉梢青羊 笑得魅惑 你对我这么坏 还说喜欢我 玄尔点头 我当然喜欢你了 没有了少爷师兄 这明信殿 不知变得多无趣 有你在才好玩 少爷的声音甜若蜜糖 小尼秋 这甜言蜜语 你还真会哄我开心呢 你开心就好 玄尔把脑袋 靠在他胸前 真开心的话 师兄以后 能帮我带些 好吃的茶点吗 那个师兄大捕汤 我实在喝不下 少爷提小皆非 好啊 你哄我 就是叫我帮你弄好吃的 玄尔不说话 抓着他的袖 轻轻摇了两下 像小猫在嬉闹 这孩子 以后绝对了不得 好好好 知道了 少爷摇了摇头 算他厉害